國民黨要加上柯文哲的一個 兩成多的一個選票 才有可能板倒綠軍賴清德 那所以在這整個藍白 較勁博弈談判的過程中間 籌碼現在都在柯文哲手中 從聯合報最新民調可以看出來 賴清德的支持度28% 侯友宜24% 柯文哲22% 那這個確實是三強鼎立的一個情況 而就柯文哲來講的話 他可以以意待勞 那就侯友宜跟賴清德來說的話 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風險 我們先來看柯文哲 因為他的支持度大概有兩成二 這個代表就是說 他的基本盤是非常的堅實的 特別是年輕族群對他的一個支持 而從政黨的一個交叉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有向藍跟綠拓票的一個能力 這個部分對他的一個政治能量來說的話 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拉抬 特別是在藍白河的過程中間 柯文哲才會有主場的一個優勢 他也確實掐住了國民黨的咽喉 打到國民黨的七寸 賴清德我們從政黨的一個交叉來看的話 他現在有七成九 民進黨支持者對他的一個支持 可是我坦白講就是說 賴清德是最早定於一尊的 而且他的一個競選策略 競選動作已經也都一系列鋪陳出來了 那現階段的一個民調 民進黨支持者對他的一個支持 都只有七成九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在拓票面向上面是有局限性的 黃論現階段基本盤都還沒有鞏固 那就中間選民對他的一個支持 也明顯的不及柯文哲 那賴清德又沒有向藍拓票 向白拓票這樣的一個能耐 那所以呢這個部分對於賴清德選情 坦白講投下一個不可測的一個變數 那就侯友宜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支持度離上次426聯合報的民調 大概落了5% 那這落了5%掉了5%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原因應該是 郭台銘並沒有具體的 對侯友宜相關的一些支持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在國民黨徵召之後 坊間放出了一些 似乎是郭台銘跟國民黨中央 協調過程中間相關的一些訊息 導致了郭台銘跟國民黨中央 朱立倫之間的一個關係 又產生非常複雜的一個化學的一個質變 有相當程度的一種 衝突檯面化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那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影響到 中間選民對侯友宜的一個支持 對國民黨的一個觀感 國民黨侯友宜的當務之急 第一個一定是要盡早 盡快去拜訪郭台銘 尋求支持跟他之間的認同 敞開心胸來跟郭台銘談 那第二個是 黨中央黨主席朱立倫 針對坊間流傳的流言蜚語 可能要直接站出來 做一個澄清 以朝公信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才能夠讓侯友宜的一個選情 維穩 轉為為安 jestem 我不客氣 我們也會選擇 然後就讓你來看看 我們在這壁 進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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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中央